有多項的民生心智 明年元旦要上路了 衛福部表示 配合基本工資調漲 包括了健保費 以及健保住院自費的最高金額 都要調漲 民眾生病住院荷包也會失血 從明年起 急性病房住院三十天以內 或慢性病房住院一百八十天以內 同一疾病每次住院自費的最高金額 上限將由三萬六千元 調漲為三萬七千元 全年的上限是六萬二 那這樣子的那個 十二月六號他預告完以後 預計在二十九號他會正式公告 那依賴外所在一百零六年 跟保險對象收取那個住院的 慢性病房一百八十天以內 跟急性病房三十天以內的 部務單的上限 就會收到三萬七 除了住院變貴了 明年一月一號開始 國內基本工資將調漲為 兩萬一千零九元 漲幅約百分之五 衛福部也將同步調整 全民健保投保金額分級的急距 修正後每人每月保費 分別增加一元到十四元不等 約有兩百九十八萬人受到影響 投保金額低於二一零零九的人 從一百零六年一月一號起 全部要調整成二一零零九元 基本工資的調整的這個部分的話 一個人大概增加一到十四元不等 另外衛福部日前精算也發現 國民年金基金余額已經不足支付 未來二十年保險給付 因此明年元旦將依法將費率調高 零點五個百分點 從原本的百分之八漲到百分之八點五 共有三百三十六萬人得多掏腰包 每月增加二十七元到五十四元不等 預估每年保費收入增加 約新臺幣二十一億元 記者為了林國旺特會報導